15萬劑的莫德納疫苗 今天運抵臺灣了 這個過程的聽說 民進黨上下其實都知道 但是一路被國民黨打 還不能講真的很痛苦 所以王定宇那天在我們節目裡 我終於可以說了 就問一下這個年化 聽說這個過程真的是蠻艱辛的 不過另外一部分 就是說在莫德納還沒有到達之前 AZ已經開打了 可是這兩天卻爆出一個爭議 就是說新北的疫情嚴重 然後人口最多 可是為什麼高雄配置到的這個疫苗數 竟然比新北還要多3000劑 所以呢國民黨就大罵 現在是怎樣 同島一命 不同島沒命 你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我先來講一下那個疫苗狀況 真的我覺得臺灣很委屈 我們疫苗是正道光明花錢買的 也不偷也不搶 可是搞到要這樣偷偷摸摸 就真的是這個老共非常可惡 這一波從盧森堡起飛 原本是放假消息說 是要從瑞士出發 為什麼要放假消息 你不是在演諜報片 是老共真的會搞手腳 之前就搞過 那我等一下補充 那包含今天的華航 這個CIA5666這個班機 556這個班機 他原本的飛航航線 應該是從杜拜起飛之後 會經過中國的四川跟廣西的上空 可是大家今天你去看那個航機圖 他為什麼晚了一個多小時 因為他刻意繞過中國的領空 他飛到中南半島 然後從海南島的最南端 飛過去再到臺北降落 所以晚了一個小時又二十幾分鐘左右 飛過去再到臺北降落 所以晚了一個小時又二十幾分鐘左右 當然指揮中心的官方說法是說 因為沒有啦 因為加油延誤啦 但是觀眾朋友你們都很聰明啦 現在國際航線並不繁忙啦 機場也閒得發慌啦 不會因為加油而延誤你一個多小時 那這中間的確是很多辛苦的地方 那為什麼這次要這麼保密到家 為什麼要如此辛苦 因為我們前兩次從COVAX機制買到的AZ疫苗 已經交了兩批了 前兩次都是在零出發前 他出了一些狀況 因為COVAX是WHO架構下的 那你知道中國在WHO是有相當大影響力 現在的副幹事長 甚至還是中國級的 那每次要零出發前 中國的人總是會找一些 奇奇怪怪 你覺得根本不是理由的理由 比如說要上飛機了 要裝箱了 他跟你講 你這外包裝不太安全 這樣運送疫苗不安全 重裝 然後呢 要不然就講 你這個通關這個檢驗文件 好像好幾項 我沒有看仔細 我們再檢查一下 他就拖給你三五天 他也爽 因為他知道擋不住 擋到後來呢 連美國人都看不下去 美國人出面去警告WHO說 你也差不多 不要這樣子搞好不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保密到家 就是這個原因 那接下來 大概如果是從COVAX機制來的疫苗 基本上大概是循這個原則 就是飛機起飛之後再告訴大家 但是如果是從原廠來的 譬如說特別像從莫德納原廠 因為他從美國原廠來的話 基本上大概就比較沒有這個顧慮 因為老共再怎麼 強橫應該也不敢向美國的廠商來施壓 那總算這十五萬劑總算到了 那應該很快的在兩週之內 他就可以配發下去 雖然我知道他也是杯水車薪 以臺灣現在大家對於疫苗的那種 殷切期盼來講 他也是杯水車薪 但是總比沒有好 那接下來六月七月可能會有數量比較大疫苗來 好那再講到就是說 這一批這個AZ的分配 那我聽到注意到侯友宜 侯市長他有講說 為什麼新北市人口最多 然後現在又是熱區 為什麼分配比高雄市少 侯友宜講這話 你說要錯嗎 好像也沒有錯 就絕對數字上來講 的確數字上是新北比高雄少 那新北總人口數也比高雄多 這個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不曉得侯市長 是你的幕僚沒有跟你講清楚呢 還是說你誤會了什麼事情 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說這一波的疫苗 指揮中心昨天已經宣布了 他分配的原則 雙北因為現在是熱區 所以雙北市一二三類的人 然後呢扣除掉上面 前面已經打過第一劑的百分之六十 所以他的分母叫一二三類人 那扣除雙北其他的 每個行政區是第一類人一樣 扣除掉打過第一劑的百分之六十 所以他的分母 關鍵分母不是總人口數 你如果總人口數 新北市四百萬人 當然要分配最多啊 我也是新北市民啊 對不對 如果是全民 大家都接種疫苗的時候 新北市分配還比人家少 那我也要翻臉 因為他的分母 不叫總人口數 好 這個分母就會關係到 你分配到的疫苗數量 一二三類 我們先不談 先談第一類 就是醫事人員 這個都是各縣市的醫事人員 我想這個江副院長很清楚 在縣市政府的衛生局 都有登記 職業登記的 高雄市的醫事人員的確比新北市多 因為高雄市的醫事人員登記的數量 是全國第二多 僅次於臺北市 臺北市大概我沒記錯到大概九萬多 高雄大概五萬多 新北大概三萬多 所以你用醫事人員這個分母來算的話 其實高雄本來就比新北多 那再加上你前面已經打過第一劑的一二三類人 這張表格其實就非常的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新北在第二欄 你看這個顏色就好了 就是這個所謂的上不足的疫苗數 就是說一二三類已經打過的 扣掉之後還不夠多少劑 新北市不夠一萬三千兩百五十九劑 那指揮中心配給他多少劑呢 一萬八千劑 所以其實並沒有不夠了 再來你如果要講到現在 已經今天播的AZ是第三波了 總數來講 你新北還是比高雄多 新北總數是六七三零零 高雄是五四八零零 所以新北其實沒有比較少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體認 我們的敵人不是不同政黨的人 我們的敵人也不是那些生病的人 我們的敵人叫做病毒 我希望現在大家缺疫苗 然後呢將來如果說疫苗大量到的時候呢 不要發生一個現象說疫苗太多了 來不及打完 那也可惜 所以有缺點 大家都可以討論 都可以檢討 但是呢 我是希望說大家能夠 不要去有太多的政治操作 就完全就事論事 你覺得中央哪邊分配不合理 就直接跟他建議 而且現在雖然說全國防疫會議 不改不每天開 一個禮拜只開兩次 你還是有機會在禮拜五 我去跟中央反映說 欸這個不對 我新北市應該多一點 我的理由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講 沒什麼不能講的 在這個節骨眼 我認為全民 大家應該團結起來 一起對抗病毒